大家好,欢迎走进碰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今天晚上的一场CBA重头戏 广州南岚对阵山西队的季后赛 这场比赛谁输谁就会回家 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比赛 对于广州的来说这场比赛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因为上一轮比赛广州队在第四季 是奉起直追,一路甩开山西队拿到了宝贵的一分 扳平的一分 目前的广州南岚士气正佳 他们真的想趁胜追击,把山西队挑落马下 然后和辽奥兰会失四分之一决赛 特别是郭志强指导有信心做到这一点 那么其实在第二场比赛中发生了一些问题的 杨学增指导也是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确实上一场比赛两名万元的发挥是非常的有限的 而西文斯和菲尔德对球队的贡献非常少 那么双方的第三场比赛真的是真刀真枪的干 其实在第二场比赛时就已经出现了很多 就是非常激烈的身体对抗动作 然后很多上也没有吹 那场球吹的是非常松 那么不知道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主裁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执法标准 确实这是一场真的非常关键的生死战 谁输就回家了 就这么现实 那么对于广州队来说 陈云进的发挥 还有利夫的发挥将会是非常的重要 利夫虽然在葛昭宝和闫飞面前 占据不了什么优势 但是他的侧翼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陈云进呢要加强他的三分投篮命中率 如果陈云进拿出打广东时候40多分那个表现 山西队真的很危险 山西队呢两名外援也是要发挥自己的特点 就这一场比赛了 一场定胜负 能拼就拼 能进球就怎么进球 菲尔德和西门斯 他们两个也都是非常强的 都是善于突破的外援 并且西门斯 还是想真的和辽宁队会失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 想证明自己 其实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些小九九 都有一些想法 都是想去战胜广州队的 但是呢 真的广州队那么容易赢吗 我个人觉得广州队会挺过这一关 挺进下一轮 郭志强和杨明会是四分之一决赛 这正是很多球迷希望看到了 山西队还是有他的不足的地方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